拖了两年,南加大中国留学生季欣然被殴打致死一案 今天终于正式进入庭审阶段 在四名嫌犯中,所谓接受审判的是唯一的女性格雷罗 代表季欣然父母的蔡文慧律师表示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并相信美国的司法正义 庭审于今天早上9时30分准时开始 法庭内除了主流与华文媒体外 也坐满来替季欣然加油打气的社区人士与侨领 检察官麦肯尼在开案陈词时首先形容 季欣然是一名品行兼优的好学生 凭着优秀的成绩获得奖学金 来到洛杉矶的南加大就读,追逐属于他的美国梦 然而他的美梦与大好前程 却在2014年7月23日这一天被无情的终止了 整个过程中,被告格雷罗的表情轻蔑 看起来蛮不在乎,也时而抖角,态度轻慢 接着麦克尼继续迷意地向陪审团描述命案当晚的细节 他说季欣然约在晚间80到同学家学习 并于凌晨12时离开 而身性善良的他因担心女同学的安全 于是至高奋勇陪他走回家 与此同时,18岁的Andrew Garcia 19岁的Jonathan Del Carmen 17岁的Alberto Ochoa 以及16岁的格雷罗 因缺钱玩乐,正开着车在南加大附近闲晃 寻找下手抢劫的目标 而孤生意的季欣然便不幸中选 四名被告手持棒球棒与板手 轮番对季欣然出手殴打 试图抢走他的书包却未果 最后,浑身是血的季欣然逃回家中 却一觉再也不行 隔天,季欣然的室友冯云云起床后 发现异状立即报警 发现季欣然已死亡 麦克尼提到 季欣然遭受的重疾之严重 导致法医在尸检时 发现季欣然的头骨与鼻骨 只要一碰就碎 据法医判断 即使季欣然当晚立即接受医护治疗 也没有存活的可能 以上就是《游行导日报》记者曾丽华报导 谢谢